这个月16号大陆选周13号载人太空船发射升空 三位的太空人进驻了核心舱安等之后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拆包裹 早要他们抵达之前 他们的生活所需的物品就已经新一步 由货运飞船送上太空 外界众所瞩目的太空开箱影片现在终于曝光了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太空人围在一起来吃午餐 这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重心 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了 航天员翟志刚和叶光复已经进入到了天周三号货运飞船 对飞船内部的物资进行对照和整理 那么此时此刻航天员王亚平也正在核心舱 对一些物品进行归纳和整理 有人进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营水这一套设备恢复 保证营水的安全性 我们要对它舱里面的气体进行进化 温度从无人阶段的低温要向有人阶段调整 整个睡眠区的温度它是可以调节的 想冷就可以冷一点 想热就可以热一点 好你们看到他们围在一块吃午餐 接着又把核心舱临时存放的应急物资 转运到天周二号来存放 细心的网友发现 因为身在太空 女太空人王亚平抵达核心舱第一天 马尾整个网上竖了起来 不过最新的曝光影片当中 冲天便已经变成了丸子头了 另外太空人夜光复则是从快递来的物品当中 找到一只牛造型的玩偶 顿时同心大发 跟娃娃留下合照 因为这个物呢 铸留时间长达六个月 他们也将首度在太空来过年 到时候大家也期待可以在太空站看到 春莲等等应景的小物 娃娃平透了说 地面的科技人员为他们准备了秘密的春节大礼包 所以他们也要跟大家一样满怀期待 美国战机以及海军舰艇 从中俄军演期间到现在多次上演了 逼近俄国领空领海 俄国的战精也紧急的升空 绕眼半飞戏码 而根据最新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最新的画面 美军两架战略轰炸机再度现身黑海上空 俄国国防部公布的画面 您可以看到这是两架美国B-18战略轰炸机 出现在黑海的空域 而俄罗斯立刻派成两架苏三栋战斗机在一旁来监控 根据路透社报道 类似的半飞事件也发生在10月16号 当时一架美军驱逐舰出现在日本的海域 而且俄罗斯远东地区军方同样出动战机来做监控 2022年的冬奥会火种这是在今天20号抵达了北京 欢迎仪式主题聚焦在迎接冰雪之约奔向美好味蕾 从北京的奥林匹克塔展开圣火传递的活动 点燃火炬接过圣火 奥运圣火熊熊燃烧 这是北京季2008年奥运再次迎接火种 点燃仪式火种台 在北京欢迎仪式上保留了传统火炬传递活动 但有别于过往 微模精简别具巧思 仪式火种台的设计灵感来自青铜礼器尊 灵感出自火炬的红银两色则是象征了传统与现代交融 我们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坚持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统筹考虑火炬接力和疫情防控要求 与国际奥会共同协商 适当缩减传递路线 时间及人员数量 这次圣火传递在奥运发源地希腊雅典出发 大陆运动员李妮娜在赛道上高举圣火 交给希腊最后一棒火炬手完成传递 火炬在体育场中央的圣火坛正式点燃 我觉得氧气质量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喜欢竞争 非常好整理 北京规定未接种疫苗选手必须隔离21天 也没有开放外国观众入场 国际奥委会肯定大陆的疫情控管 不论是在场馆或是赛事安排上面 也都相当看好 2022年2月4日 北京将成为史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 又将举办冬季奥运的双奥城市 写下难得奥运记录 中天新闻张力报导